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第38届摔角狂热大赛,今天早晨,在全球摔迷粉丝们的欢呼那哈中,正式拉开帷幕,第一页的比赛,属实精彩。 冷时使蒂夫奥斯丁的回归,赛斯罗林斯的神秘对手,即将登场,数场冠军头衔赛,更是晚中瞩目。 今天打想摔角狂热38的第一场比赛,便是SB的双打冠军头衔赛,不过,似乎并没有赢来开门红,而是选手不幸受伤比赛,潦草结束,达拉斯体育场内,乌索兄弟和老中医,以及李奇布格斯的比赛中,不幸出现意外,比赛开始几分钟的时候,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。 但是,当换手不格斯进行擂台后,吉米乌索,和杰乌索,双双扑到了不格斯身上,但是很明显,不格斯没有撑起来,乌索兄弟二人,而是摔在了擂台上。 本以为只是体力不支发生的小失误而已,但是,裁判,悄悄地打了一个差的手势,这就意味着,不是巨型,而是真的发生了意外,这边老中医,和乌索兄弟,也是直接结束了比赛,成功捍卫冠军头衔。 据网友透露,由于李奇布格斯的意外受伤,WWE后台,也是第一时间,更改了比赛结果,难道这场比赛的原定胜者,是老中医,和布格斯吗? 比赛结束不久之后,李奇布格斯,正式确认受伤,这一次的意外受伤,可能是因为此前的伤病原因,但,富美尔泽此前曾表示,布格斯,可能有着病故肌腱撕裂。